關於這個去旅行,今天也要說一點 因為話說,我昨天看到一個貼文 很無聊 超級無聊 但是,我又真的看完別人的評論 我無聊到比他更無聊 他短短摘了一條題目,是這樣的 一個人,去旅行 去五至七天,去日本 你們會選擇,早上很早起床 還是睡到自然醒,超級去旅行 他問了一條這麼無聊的問題 真的很無聊,關你什麼事?很老實 但是,我真的看完你的評論 有些人去旅行,是七、八點起床 我也是預期早的 我覺得才有那種去旅行的心情 你是不是要去景點的人? 不是的 如果那個景點不去,你會不開心? 不是的 這個就是很有趣的 一輩子都會有人說 也很無聊 有些人說,沒有假的 視乎那個早餐時段去到幾點 有些人說,早餐時段去到九點 我就九點前也會去吃東西 一吃完就上來收拾東西 九點幾十點就出發 有些人可能是早餐時間是11點 那我就九點兩十點才起床 思思完吃完我就走 有些人可能不包早餐 或者很習慣了 六七點我就出去 然後玩整天 早一點回酒店 可能六七點就回酒店 晚上的時候 又有些人是這樣的 但你問我 我過去這麼多次去旅行 我都沒吃過 早餐 早餐 酒店那裡早餐 我都沒吃過 有的 在巴西那次 工作的關係 我在泰國有 是嗎 對 他過來我的房間住的 這麼豪華? 他住的是Villa Villa 但不是很貴的 Villa 在… 在…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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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那間酒店叫瑪莉莎 是 是 他進來 因為他有個花園 我很害怕 你進來我牙都沒刷 你不要走進來 他會叮咚你 開門才行 他那個煮食的地方 是在花園那裡 他會進來騷擾你 ok… 然後在花園那裡 然後他就自己在那裡煮 那他煮什麼 都是炒雞蛋 也挺精美的 又有些水果 然後炒雞蛋 然後有小腸 然後你也知道 又有Fruit Juice 又有Fruit Juice 又有Fruit 又有牛奶 又有露 很豐富的 挺豐富的 然後我們坐在一個小木桌 兩人一起吃早餐 聽起來也挺好 是啊 但我真的很怕 你不要這麼早進來敲我門 我很討厭 你讓我多睡一會 因為說起這個 為什麼呢 因為真的有些人的旅遊習慣是這樣的 你可以繼續睡 我開房門給他 你住一住 你突然放雪櫃 我自己叮回它 你可以選擇 但這個也是隨著疫情的變化 其實我覺得 有很多人的旅遊習慣是改了 真的有很多人是改了 你以前在疫情之前去旅行 我自己為例 我真的完全放浪到一個地步 有時候去旅行 我只可以睡到三點 當然前一晚 當然前一晚 當然跑到瘋了 第二天會睡到三點 然後四、五點才下街 即是整天沒有了 你來說是懂事 我看看去哪裡 如果一個很熟的地方 就會是這樣 台灣我一定會做這些 台灣我肯定會做這些 台灣我肯定會做這些 好像回鄉下 日本是我從來都不行的 不行的意思不是不喜歡 而是因為它太早生了 而且它迫我的生活節奏 早上早起 一定要做 你要去捉地嗎? 那你要好早 捉地我剛才拍過 要怎樣呢? 兩點多起床 這麼誇張 我還要住在銀座附近 那次我有一隊 crew 三個人 然後就在日本 但兩點多的時候有什麼車過去 自己租車 走過去 因為他住在銀座 我在銀座走過去 沒有人的 整條街沒有人的 那時候又沒有租單車 沒有的 然後推著那個車仔 有機有成的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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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走走 兩點半鐘出門口 我記得凌晨兩點半 那一早的之前 是五六點已經迫大家睡覺 接著是完全搞不定 接著很想出街走 快睡吧 第二早就搞不好 五六點鐘睡覺這件事又真是 兩點半鐘出門口 三點鬆一點走到去 但那裡已經有人在工作了 是呀 接著要找那個上班的 即是對抗議局的那個人 然後還要他本身有記者證 理論上我們一直想的記者證 就是掛頸的證 或者可能是一個牌 或者可能是一件衣服 或者龜貝很多 他用回最old school 隊長秘章 還要怎樣隊長秘章 不是這樣套上去 他真的有一個人拿一塊布 就是這樣 接著用手指 接著這樣 扣 他用扣針扣 最舊的 扣完之後 我跟他們進去 接著真的拍攝到四點多鐘 接著很快又很快的天亮 接著5時不一定會很快的天亮 第二天很快就會變又太快 當我4點多還沒到駛街的時候 正在等著 即是個 courtyard正想 人知道我沒有要做主持 站一邊站一邊走� presentation 跟着一邊看 然後有看見師父走到那裡了 他就跟進去後巷 我想問他2點多 是否已經是魚到的 我想隨時12.1點已經到 然後最重要是等的同事 4點多 當年2015、2016、2017的時間 好像已經是2017 然後已經有些香港人 一聽就很安靜 你以為魚市場是一個很吵 你以為好像果欄一樣 他們有車 但他們的車也很安靜 接著他們去到 頂屋是一些做事的聲音 沒什麼人說話 他們做事的法寶膠 推上布諾那些東西 接著很安靜 它是一個很大的區域 就是舊足地的時候 你當維園那六個足球場 晚上很安靜 接著聽到你在一號場 你聽到三號場 一人說這邊 這邊 這邊 概念就是這樣 接著就很應聲 接著我聽到 你了 接著我就放了頭出去 那竹地那裡 一邊就是真的搬魚 那些人頭魚 或者是一個檔口 一邊就是真的吃東西 有幾條街 大概四至五條行 如果大家有去過應該知道我說什麼 有某幾間特別出名 四點多的排隊 其實開了沒有 四點多的 我沒試過這麼早去 那個老闆是回來的 但他不開門 因為他在等著那邊的魚 那個老闆在等著那邊的魚上來 然後他可能已經搞定 下單知道要什麼 因為他們很早已經跟魚返 但他們說你今天進入了什麼魚 它是怎樣的 大約有個知 但待會到了 他們知道日本人很認真 師傅都要踏著木劇 一直去到那裡 逐條魚 反一下 反一下摸一下 剛剛在那邊選擇 就有個副手 然後就拿著 然後到店舖 師傅又搭著木劇 搭著煙 回來才開廚 廚師做東西給你吃 所以那些小朋友在四點零鐘等 就是店舖開了燈 但不開門 那些小朋友在外面排隊 然後就等 到我拍完 那些小朋友就開始吃了 然後我也餓了 等到四個小時 還要不斷看著魚 你好像很想吃 中間有些可能它也不讓你吃 你想想香港和日本有不同 例如你在果欄當你拍攝 但你那裡不會很聲音嗎 不會 真心 我由它上船到… 因為我沒有去過那個位置 我多數是在地址 直接去餐廳 它是很乾淨的 而且它不斷吹水 它整件事基本上… 為何會沒有腥味 這是他們很厲害的東西 它是不是開揚 它們用鹹水 它們在地址是用鹹水 我記憶中是 我怕我答錯了 但我記憶中是這個答案的 總之它們有百多年的歷史傳落 令到它們的魚市場沒有腥味 我只想想你一人聞到那麼腥味 但你很想吃東西 不是呀 它連切魚那些你都不會有的 甚至乎有些恐怖到怎樣 那條魚上來 由它湯魚到它出產 沒有血 它能做到 你知道它們是真的 在香港不是的 你一打開 聽過那條魚已經湯完了 但那條魚好像還沒有死了 對 還要動一動 突然就… 沒有這些 你真的很少看到這個情況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